2018年初秋的一个深夜 四川雅安市一名44岁女子 深夜离家以后就此失踪了 直到案件侦破的时候 仍然没有找到该女子 这件离奇失踪案背后的真相 让人无法理解 只能用荒唐二字来形容了 今天就来详细地说说 这件离奇的失踪案 2018年9月24号上午10点左右 四川雅安市公安局 宇城分局派出所 接到了一起特殊的报案 为什么说是特殊呢 因为报案人啊 是一个年仅8岁的小男孩 一个8岁的小朋友 没有父母的陪同 独自一个人来到公安局报案 这在派出所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值班民警感到十分的惊讶 赶紧询问小朋友 小朋友出什么事情了 你爸爸妈妈呢 小男孩见到民警的那一刻 脸上一直绷着的神情 瞬间就瓦解了 他大声地就哭了起来 一边哭一边说 警察叔叔 我妈妈丢了 我找不到他了 从小男孩断断续续的描述中 民警了解到 男孩呢 名叫小勇 小勇爸爸呀 常年在外打工 一年回不了几次家 家里就只有妈妈和哥哥陪着他 哥哥呢 是个残疾人 什么也做不了 妈妈既要照顾哥哥 还要照顾小勇 如果妈妈不在家 哥哥和他就连饭都吃不上了 所以妈妈从来就没有晚上 丢下过哥哥和小勇 独自出门过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妈妈自从昨天晚上出门以后 直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呢 电话打不通 一直是关机的状态 小勇和哥哥都很着急 担心妈妈出了什么事情 于是哥哥就鼓励弟弟 到官局报案 接到小朋友的报案以后 警方立刻就展开了调查 一个母亲深夜丢下两个孩子 整晚的不回家 光凭这一点就很值得怀疑的 那么母亲半夜丢下孩子 到底是去了哪里呢 这位母亲名叫李永梅 十年四十四岁 是个全职家庭主妇 丈夫呢 是常年在西藏工作 她平时的生活重心 就是买菜 做饭 收拾屋子 还有照顾残疾的大儿子 和年仅八岁的小儿子 据邻居反映 李永梅是很少出门的 是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主妇 没见过她与什么陌生人来往过 最近也没有什么异常 由于李永梅的社会关系相对简单 警方实在是没有调查出什么线索来 于是调取了23号晚上10点左右 李永梅锁住小区周边的监控录像 录像中很快就找到了李永梅的身影 23号晚上9点55分 李永梅出现在了小区门口 她好像是刻意打扮过 不像是一个家庭主妇的朴素模样 头发高高的挽起来 穿着一条皮短裙和一双高跟长靴 时髦又张扬 十分的光鲜亮丽 李永梅在小区的门口停留了一会儿 大概是10点03分 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李永梅的面前 随后她就打开车门坐了上去 车子驶出小区以后朝着东南方向驶去 监控录像拍到了这辆出租车的行驶轨迹 10点20分 车子停在了张扬山路90号 这是一个人口集中的居民大院 里面的住户有上百之多 人称90号大院 据说这个90号大院里面是人口密集 路线复杂 住的是鱼龙混杂 大多都是外来人口租住的 而且大院里面是没有装监控的 当晚李永梅下了出租车以后 静止就走进了90号大院里 然后就彻底的消失在监控盲区里了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90号大院虽然是地形复杂 但是大院的进出口呢 就只有一个 就是李永梅消失的地方 可是民警反复的查看了监控 最终都没有见到李永梅从大院里走出来 也就是说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李永梅应该是在90号大院里的 李永梅深夜来到90号大院 是为了见什么人吗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90号大院的住户了 细心的民警还发现 李永梅似乎对90号大院是十分熟悉的 他下车以后没有任何的停留 脚步轻快地就走进了大院 看样子 他应该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 于是民警再次调取了23号白天的监控楼像 结果果然和预料的是一样的 李永梅在当天中午11点左右 出现在了90号大院的门口 录像显示 23号的11点零几分 李永梅从一辆三轮车上下来 站在90号大院门口张望 此时路边一个穿着白色短袖的男子 走向了李永梅 两人说了几句话后 就一起走进了90号大院 接着 12点左右 李永梅独自走出了90号大院 叫了一辆三轮车 上车以后就离开了 晚上10点多 李永梅再次来到了90号大院 这一次他直接就走进了院子里 据警方推测 李永梅应该还是和那个白衣男子约好了见面的 李永梅一天之内两次来到90号大院 究竟是有什么事情呢 而且第二次还是在深夜时分 这个白衣男子又是谁呀 他和李永梅是什么关系呢 找到白衣男子成为了找到李永梅的关键了 显然这个白衣男子是90号大院的住户 但是90号大院住户很多 人口混杂 想要找到白衣男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警方反复地查看当晚的监控 没想到竟然是有了意外的收获 录像显示 23号凌晨一点左右下起了阵雨 一名男子突然就出现在了90号大院的门口了 他手里拎着一个像垃圾一样的袋子 冒着雨就走到了垃圾站 谁会在凌晨一点冒雨扔垃圾的呢 这名男子就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尤其是值得注意的是 该男子扔完垃圾以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到院内 而是拎着雨走向了大街 通过天网监控 警方查到了男子的行动轨迹 发现他在大街上溜达了一会儿后 走进了一个商铺中 半个小时以后 男子从店铺里出来 什么也没买 就空着个手 又回到了90号大院 诡异的是 凌晨2点10分 这名男子又一次出现在了大院 他沿着大街一直走到了一家面馆 在面馆里点了一碗面和小吃 可男子并没有动筷子 而是不停地刷着手机 凌晨2点40分 男子从面馆里出来 沿着大街缓步走着 直到凌晨3点了 才回到90号大院 这名男子的行迹实在是可疑 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当晚失踪的李永梅 更让人震惊的是 通过对该神秘男子的体貌特征比对 发现他正是白天和李永梅 一起走进90号大院的白衣男子 这一发现 让警方是喜出往外 没想到这么快就确定嫌疑人了 为了尽快确认嫌疑人的身份 警方调取了李永梅的通讯记录和网络消息 很快就找到了证明和李永梅 联系密切的嫌疑人 通过嫌疑人的网络信息 警方查到了他的手机号码 机主的资料显示 嫌疑人名叫陈立新 29岁 是一名失业人员 长期居住在90号院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对陈立新进行了暗访 暗访的结果是让人意外的 陈立新的为人和口碑居然是很不错的 认识他的人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而且陈立新家从父亲那一辈 就住在90号院了 是这里的原住民 从父亲母亲去世以后 他就一直独居 周围的邻居对陈立新都很熟悉 邻居反映 陈立新老是憨厚 比较内向 不怎么爱说话 不过跟邻居的关系处得都很好 平时见面都会很有礼貌的打招呼 就没见他有过什么异常的举动 前一阵 陈立新还谈了个不错的女朋友 他对女朋友非常的好 两人经常在陈立新家约会的 不过后来这个女朋友突然就不来了 陈立新的表现也是很沮丧的 一看就是失恋了 邻居还表示 陈立新这个孩子心眼很不错的 附近的邻居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总会伸出援手的 从来都不抱怨 所以在这个院子里口碑还是很不错的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警方查到李永梅的银行卡账号被人动用过 有人在网吧用李永梅的账号买了一盒烟 警方前往网吧调查以后 发现这个人果然就是陈立新 陈立新的嫌疑又加深了一层 警方立即对陈立新就展开了抓捕 可是呢还是晚了一步 陈立新已经潜逃了 事发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25号 陈立新和女朋友一起坐火车就离开了雅安 警方随即就进入了陈立新的屋内进行搜查 房间是一个两居室 卧室里一片狼藉 东西摆放凌乱 床铺上的被子枕头堆成一团 衣柜里被翻得很乱 挂衣架上的衣服少了几件 还有几件衣服扔在地上 显然陈立新离开时是比较匆忙的 但是奇怪的是 屋内并没有想象中那股腐臭和血腥味 而且客厅的地板墙壁还有墙角处都有明显的打扫过 地板有过冲洗过的痕迹 和卧室的杂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警察把勘察的重点就放到了客厅里 如果李永梅来了陈立新家的话 应该是第一时间会在客厅停留 在这个客厅里很有可能发生过可怕的一幕 仔细勘察后 果然在地板的缝隙间找到了几滴血迹 紧接着民警又在客厅的沙发下面找到了一部手机 血液经过比对后 证实是李永梅的 手机在技术人员的破解后 也证实是李永梅的 这一切都符合警方的猜测 李永梅很有可能已经是遇害了 可是李永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他如果已经遇害了 尸体又被陈立新给藏到哪去了呢 陈立新的家里 目前没有找到任何藏尸的痕迹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那就是李永梅的尸体 被陈立新带出了九十号大院 遗弃在了某处了 九十号大院是一个棚户区 多是平房小院 没有高层建筑 如果想要弃尸 就只有两个地方可以选 一个是大院附近的垃圾站 还有一个就是大院的后山了 警方立即出动大量警力 对这两个地点 进行了大范围的地毯式搜索 鉴于23号晚 陈立新曾经丢过垃圾 警方最先搜查的地方 就选在了垃圾站 民警们在脏乱恶臭的环境中 搜查了整整两天 可是一无所获 监控录像中陈立新手提的垃圾袋 也不足以装下尸体 陈立新的房间内也找不到分尸碎尸的痕迹 那么剩下的抛尸地点 就只有九十号大院的后山了 后山非常的偏僻 地形复杂 不但有一人多高的杂草 还有一个茂密的小树林 常有人在这里沉淀的 也有附近的住户在这里种菜 按理说 这不是一个抛尸的好地方 而且后山没有监控 也没有目击者看到陈立新抛尸 想找到气势地点是非常艰难的 警方甚至是出动了警犬 但是由于前几天下过雨 气味不明显 连警犬也失去了作用 正在警方紧张地搜索后山的时候 突然就传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陈立新的女友竟然是返回了雅安 这个消息让警方是非常的振奋 如果陈立新的女友返回雅安了 那陈立新会不会也一起回来了呢 就算陈立新没有返回 如果找到她的女友 陈立新的行踪也就能够查到了 警方立即联系了陈立新的女朋友 女友说她已经和陈立新分手了 25号陈立新买好了去西安的火车票 说要带她出去旅游的 女友没有怀疑她 两人到了西安以后玩了两天 但是陈立新一直是魂不守舍 心事重重的 导致两人玩得很不尽兴 于是女朋友就提出要回家 陈立新听后竟然发起火来 两个人大吵一架之后 女友一气之下就买票回了雅安 但是陈立新之后去了哪里 她并不知道 回家以后她手机就关机了 和陈立新就断了联系 警方通过交通系统查到了陈立新的行踪 果然27号中午陈立新也返回了雅安 只不过她没有回家 一直躲在了一家网吧里 这一次绝对不能让她再跑了 警方马上调动警力 对这个网吧进行了外部包围 确认嫌疑人陈立新还在网吧以后 立即就展开了抓捕行动 行动是非常顺利的 陈立新没有做任何的反抗 当警察将她按倒在地时 陈立新表现得十分顺从 在众目睽睽之下 戴上手铐的陈立新 被几名特警就给带出了网吧 审讯过程中 陈立新也是十分的配合 甚至有种释然的轻松感 她对警察说 我知道自己跑不了 所以在网吧等你们来抓我的 随后陈立新就一五一十的交代了 自己杀害李永梅的全过程 陈立新和李永梅呢 是在网上认识的 他们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面 2018年9月中旬 陈立新和女朋友吵架了 心情很烦闷 陈立新和这个女朋友交往快一年了 她很爱这个女朋友 可是女朋友的脾气很不好 有点任性 经常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和陈立新吵架 每次吵架以后都要陈立新的千红万红 才能和好 有时候甚至是一个星期都不理陈立新 但陈立新呢 又离不开女朋友 所以每一次吵架 她就会心烦意乱 这次吵架比较严重 女朋友还提出分手来了 陈立新的心情就更不好了 烦闷之下 她打开手机 想从微信上找个朋友聊聊天 舒缓一下郁闷的心情 可是朋友都很忙 没人回复她 陈立新无聊之下 就开始随意的添加陌生人 看有没有人愿意陪她聊天的 这时有人同意了加她好友 陈立新点开此人的朋友圈一看 发现这个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 还有两个孩子 此人正是李永梅 本来陈立新对李永梅是没什么兴趣的 但没想到李永梅主动和陈立新交谈了起来 心情不好 急需要安慰的陈立新也就没有拒绝 顺势就聊了起来 由于是陌生人 陈立新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把自己的心事就全部都吐露给了李永梅 李永梅像个知心大姐姐一样 帮着陈立新分析了她的处境 还给出了很多合理的建议 陈立新就仿佛找到了知音一样 不由的就打开了话匣子 两人从早上一直就聊到了夜晚 越聊越兴奋 越聊越投机 就这样聊了几天以后 陈立新已经对这个知心大姐产生依赖了 只要是心情不好 就会找李永梅聊天 李永梅的表现也很善良 对陈立新又是安抚 又是出谋划策的 她对陈立新说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不如姐姐给你介绍一个新的女朋友吧 陈立新一听顿时就来了兴趣 她把自己的情况 简单地对李永梅描述了一下 李永梅听到陈立新 在室内有一套独院房子 以为她是个富二代呢 于是就更加积极地 为陈立新张罗新女朋友的事情 其实陈立新并没有告诉李永梅 她的真实情况 陈立新不是什么富二代 而是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宅男 自从上次失业以后 陈立新一直是靠着借网贷过日子的 拆了东墙补西墙 债务是越滚越多 目前欠债已经高达数万元了 之所以女朋友总是和她吵架 也是因为她是个扶不上墙的老赖 但李永梅却在心里认定了 她是个有房有本事户口的富二代 全职在家的她 心里就打起了小九九 想着如果能给陈立新介绍个女朋友 还可以收一些好处费的 所以李永梅就主动提出 要和陈立新见上一面 好好的聊一聊介绍女朋友的事 陈立新没有拒绝 23号这天 陈立新把家里的住址就发给了李永梅 中午11点左右 李永梅梳妆打扮一番之后就出了门 到了90号大院的时候 见到了等在门口的陈立新 初见面时 两人表现的都很友好 陈立新本来也是个很好说话的人 李永梅到底是年纪大一些 比较有诚服 见陈立新看上去老实 脾气很好 于是非常直白爽快的对陈立新说 姐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不错的女朋友 但是你也要对姐有点表示吧 陈立新就愣了一下 不由的问 什么表示 李永梅瞪了她一眼说 就这好处费呀 我也不多要 给我500就行了 陈立新没想到李永梅 居然是张口跟她要钱 眼前这个知心大姐 这么积极的给自己介绍女朋友 原来是为了钱呢 她对李永梅的印象瞬间就不好了 眼下陈立新 最怕的就是提钱字 她欠了一屁股债 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哪里拿得出钱来给李永梅呀 但是呢 她又不好意思当面拒绝 于是就推托说 要不你晚上再来吧 我现在身上没有钱 没想到李永梅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李永梅走后 陈立新越想这事越不对劲 心里很是不舒服 这几天李永梅给她的帮助不小 还给她带来了希望 她甚至都有点依赖的感觉了 可是没想到的是 李永梅对她的关心和呵护 是抱着私心的 陈立新对李永梅非常失望 她鼓起勇气给李永梅 就发了一条消息 理解 我没有钱 我也不找女朋友了 你晚上不用来了 然后陈立新 就把李永梅的微信号给删除了 本以为这个事呢 就这么过去了 可是让陈立新没想到的是 李永梅竟然晚上又来找她了 一进门 李永梅就对陈立新是破口大骂 你是在耍我吗 简直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我陪你聊了这么多天 你什么表示都没有 还删除我了 你什么意思呀 陈立新被骂得很不好意思 只好是哄着李永梅说 我没什么意思 我是真的没有钱 再说了 我女朋友还没有跟我分手呢 我不想找新的女朋友 李永梅说 没钱你就早说呀 装什么富二代呀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什么本事没有 还想一步登天 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 陈立新因为女朋友和欠债的事情 本来就是焦头烂额的 此时被李永梅一顿臭骂 心情立刻就跌入谷底了 感觉胸口有一吞怒火燃烧了起来 李永梅完全就没有注意到陈立新的表现 她还在自顾自得碎碎念 什么一个大男人 连五百元都拿不出来 住在棚户区 跟流浪汉差不多 没钱没工作 难怪女朋友不要你 这一顿的输出 和陈立新女朋友平时唠叨的是如出一辙的 陈立新被深深的刺激到了 她眼睛都红了 气得脸色铁青 感觉一口恶气闷在了胸口无处发泄 李永梅走到门口准备穿鞋回家 一边穿鞋 口中仍然是念念不休 话是越来越难听 还夹杂着几句脏话 陈立新是忍无可忍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大脑一片空白 只想让李永梅闭嘴 她顺手拿起桌上的一个烟灰缸 朝着李永梅的头狠狠的就砸了下去 李永梅脚上的鞋还没有来得及穿上 就被陈立新砸倒在地 鞋顿时就流了下来 剧痛让她下意识的就尖叫起来 陈立新被她的尖叫声给吓到了 情急之下举起烟灰缸又是狠狠的几下 李永梅倒在了血泊中 她再也发不出声音了 陈立新此时已经是杀红了眼 哪里顾得上别的 只是机械性的一下又一下的砸着李永梅的头 直到李永梅一动不动的失去了生机 等陈立新反应过来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杀人了 而李永梅则是满头满脸是血的倒在了地上 一双眼睛还没有闭上 正死死的瞪着陈立新 陈立新吓坏了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由于李永梅的死相太过恐怖 陈立新不敢再待在屋子里 于是三番两次的跑到大街上去游荡 等彻底的冷静下来后 她才回到了屋里 之后把李永梅的尸体 装在了一个大口袋里 趁着四周无人的时候 拖到后山给埋了起来 由于大院的出口是有监控的 陈立新是半夜翻墙出去的 陈立新交代完自己的罪行以后 松了一口气 她说 这几天她一直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 根本就无法睡着 但是又没有勇气自首 她甚至一直盼着警察 能够赶紧地抓到她 这样就可以彻底地解脱了 9月30号 在陈立新的指认下 消失一周的李永梅 在后山的小树林被找到了 此时的她 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2018年11月 陈立新被亚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了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面临死刑时 陈立新没有提出上诉 她知道 真正的解脱 马上就要降临了 可怜的是李永梅的两个孩子 至今他们仍然沉浸在丧母之痛中 冲动是魔鬼 立自一把刀 这是本案带给人们的 血淋淋的真相 如果您此时有时间 帮忙订阅一下老崔这张专辑 老崔需要您的支持 您要是此时正在驾车 危险受工等 请务必不要操作啊 人世间罪恶繁多 问苍天饶过哪个 咱们下集见